停了一星期的時間 Amala去了美國 你在美國有什麼新的東西帶來和我們分享 真的完全很適合 剛巧合得這麼巧 具裝修下去也不用請假 也有很多東西 首先說綠色一片 我知道美國很冷 冷到下大雪 這盤綠色是什麼 這盤綠色是Chicago 在第一站我先到達 不如說說你去美國是做什麼 其實最主要是去一個費城電影節 哦 去電影節 沒錯 是不是你有份演的 其實費城電影節 將會上演的電影 我有份的 導演獲得獎 他獲得獎 然後我們新的電影 我有份做一部電影 亦會在當地有一個預測 給韓內人 有個試影 沒錯 那就去做這兩件事 那有沒有行紅地毯 當然有 主力是這樣 但其他時間我們去了路程 很頻朴 不過我們 路程是借票嗎 不是我們自己去玩 自己玩 即是做完事就去玩 對 就去了八個州 一邊開車 一邊開車 那不就很好玩 不停沿途 對 我沒試過 所以見到很多不同地方 又經過了很多城市 沒錯 拍了一些東西給大家看 一邊工作一邊玩 預工在於娛樂最好 其實我也很喜歡美國工作 因為可以購物 因為美國也有很多東西買 但購物的時間很少 所以這次看西斯營風景多 看風景多 好了 那說一下這棵綠色的東西 是甚麼 這棵綠色的東西 好像一棵有毒的水 很厲害 有很多張照片 其實是聖Patrick's Day 如果不北美的朋友 我們香港也沒有 我們不流行 甚至英國也很興 因為這些是愛爾蘭的智日 全都要穿綠色的 對 全部人的街頭 我等於拍攝人 冒著危險 整理了螢光 眉螢光頭髮也挺傷 很型的 對 真型的 原來第二天新聞報告 這一天原來在整個美國 總共花了很多錢 大家去打扮 那條綠的河 其實 連河也製造了綠色嗎 是的 放了甚麼進去 會不會污染 是的 我第一個都是這樣問 但我當地的朋友 這些是攤檔賣物給人 我們不知道 沒有帶綠色的東西 眼鏡反反的就算了 那河怎麼製造全部綠色呢 他說其實是一些不是有害的物質 環保的 但一年一度的應景 那條河很長很大 對 大家可以把整條河製造成綠色 都挺難的 很多功夫 對 所以我們很幸運 我們完全沒有預計發生 那天還想先離開 去到紐約 剛巧剛好這趟正是聖 Patrick's Day 沒錯 我們只是出街逛逛 其實我們在香港很難參予這些節日 對 非常高興 而且有些人在街上尖叫 好笑 很開心 全都是綠色 綠色是不會很好賣的 所以看了全是綠色的 這條河是另一邊 你想想多長 我其實有條片 你看這條船 其實河很長 你要把他弄成綠色 所以是很認真 人家自己認真 不是隨便放幾盞燈就算了 這附近 路線是沿著一個湖 一路去一路去 後面是浪還是雪 雪 是不是很厲害 我以為是浪的花 你看很多雪凍到飛起 沿路而已 但我覺得這些落雪 滿地積雪的日子 我們香港有沒有經歷 去那邊玩一下 享受一下 其實很開心 雖然冷是冷了一點 風景漂亮 空氣也好 很開心 我們一路沿路突然想 不如我們直接去加拿大 我們真的去了加拿大 因為那個湖 我不記得名字 那個湖是很大的 大到要走兩天車才過完 到這裏就是納阿瓜科的夜景 來加拉瓜大瀑布 在美國和加拿大的邊境 應該是 景點 我們住在上面的酒店 我很記得我去多倫多 第一天去讀書的時候 我叔叔帶了我去加拿大 我猜你有記憶 對 我有記憶 因為第一天去到加拿大 第二天我叔叔已經帶了我去 很重點的景點 令我頭髮濕了 我當時還有頭髮 其實我也去過 我的故事是什麼 我的故事就是拍音樂特輯 在多倫多之前在TVB的時候有個節目 每一年都去籌款 他就安排音樂特輯 做完在那邊拍完 我的冰天雪地 還有在這個瀑布前面 但那裡加拉瓜有沒有結冰 你這次去 這次有 就是上次去沒有 他有一部分會結冰 這裏就是旁邊 完全是看到完全不同的景致 這裏就是旁邊 還有他旁邊的欄杆 好像雕塑一樣 你看看結冰 好像人家 我自然覺得這麼布拉格的感覺 我覺得很漂亮 雖然是很冷 而且也是繼續飄出來的 那些水 冷到濕了 因為那些水沖下去 會有很多水花彈上來 其實周圍都是濕氣 但也結了一大部分的冰 所以看法又不同 很有趣 冬天和夏天其實是兩個人看法 很不同 我們那次去拍都是冬天 但沒有那麼冰 但其實他們說 可能天氣都是反常 因為正常這個時候 都不會有那麼多時間 像塔利班一樣 我想給大家看看 情況是多麼嚴重 你還要這麼怕冰 更加很辛苦 你退了美國這個星期 你都不知道我在香港 挺害怕 我看到這些報紙報道 又說有化妝品 又含紫牙蜜 又說洗潔精 又含紫牙蜜 又說豉油 又含紫牙蜜 你不知我害怕到 豉油是我們中國人煮菜 每天都吃的 如果家裡吃飯 很多東西都會有豉油 連某些牌子都有折牙蜜 你說我們現在快要吃什麼 可以健康 你說死不死 那很害怕 真的很害怕 你想想 其實我已經吃東西 都挺健康的一個人 就算喝東西都是 我只是喝水和喝茶 我其實都不喝有糖分的東西 我喝了有糖分的東西 我想我會胖到一塊不可收拾 不喝都胖到這樣 變成我其實已經很健康 你自己多健康都沒有用 你吃了連醬油 我看完就很害怕 我心想喝水都很害怕 因為我喝水對我很重要 因為我每天起床會喝三杯水 我唯一有糖分的東西 就是早上一杯咖啡 其實我全天都不喝糖分的東西 我又看了一些研究 在網上有些專家說 其實我們現在所有人都裝淚水器 水就過濾得很乾淨 一般水裡對人類有益的 物質成分就沒有了 所以有時候你也要喝一些有礦物的水 才會健康一點 因為每個人 就算你不做運動都會流失水分 所以一點都要補充 我們呼吸經過皮膚都會每天流失2.5公升 原來流很多汗 我最近研究了 我有時候外出會帶水 你也會經常帶暖壺 我又嫌麻煩 我又帶了這些瓶裝水 小小瓶 我研究了 這瓶水是非製群島的 那些老蘇里高地 經過幾百年 山上的水流到地底儲存的水 天然就會很乾淨 很清淨 很清淨 又有適當人體的礦物質 挺好的 我經常帶著水 因為我喜歡它的尺寸 在哪裡買 外面可以買的 我請你喝 多謝 你試一下 我覺得味道挺甜 我經常帶著水 或放在車上方便 對 而且尺寸不錯 袋一手袋沒那麼重 對 所以我覺得水對人很重要 因為每天要適當地補充水 但你又不要一次過喝很多 一次過喝很多其實是不行的 要分每天七八次慢慢去喝 你才可以補充到你所需的水量 所以保持健康 你說多不容易 那你想一下 我用過濾水 過濾水很乾淨 又說不行 但好像現在有些濾水器 都會補充礦物質下去 你剛才這樣說 我就在想 什麼都不能吃 以後就只可以喝水和吃食物 現在喝水你都害怕 其實最純正的水源是最好的 當然 但因為現在我們來的水 很多時候都會加了一些氯氣 對 加了很多化效物質 有很多這些 市面上有研究的水 可以值得喝 對 因為你想想 非濟群島和紐西蘭那些地方 都是比較天然 沒有那麼受污染 對 未受污染 大家要好好保護 因為有時外出 你都要買好水旁身 你不可以整天不喝水 對 而且是口乾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尺寸是最適合我 因為小小的 我也喜歡這個尺寸 因為那些太大 有時喝不完 你幫我們拍戲開工 經常給你一些很大瓶水 每個人喝完幾瓶就放下 都不知道是誰 其實很浪費 很浪費 對 我都有 因為那些專家說 蒸餾水又蒸餾了 什麼營養都沒有了 抗物質又沒有了 所以有時也有適當地喝抗物水 所以我拿了水 我一定要拿回去喝 很浪費 因為水 水會寫下名字 是人類很重要的資源 現在越來越少 因為開工真的很浪費 大家要珍惜 每個人喝完又不死 都放下 是你還是我的 對了 你也知道唱歌 後台的地方 就是喝兩口 大家做其他事情 忘記了 死了 是不是你的 其實很浪費 因為水源不能再浪費 很少 然後 specified 誰 什麽 做達 Scriptures Pers精神 在